中国西南部长江从四川的宜宾蜿蜒而过 这片独特的小森林叫侏罗纪丛林 宜宾地主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有着丰富的植物种类 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植物包括 其中最珍贵的便是苏罗树 苏罗树是菊类植物 被称为植物的鼻祖 曾与恐龙生活于同一时代 所以也有植物界活化时之称 苏罗树对地质土壤 气候环境要求极为严苛 稍有不慎就会死亡 魏夫君是苏罗树的研究爱好者 三十年前没有考上大学的他 把自己的兴许放在了苏罗树的追踪和研究上 之后 他在宜宾这片土地上 跋山涉水树千公里 寻找自己心中的苏罗树 多年的不断搜寻 让魏夫君在崇山峻陵中发现了数百棵苏罗树 每一棵树他都做了完整记录及拍摄 最后集结成策 成为研究这一古老树中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现在宜宾地区有多个苏罗树保护区 爱好者也越来越多 苏罗树见证着 长江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 也阐释了人与自然 可以和谐相处的商存法则